打开锅盖 香气扑鼻 一把铲起白白胖胖的水煎包 刚出炉马上就吸引不少客人来买 我喜欢它这边的高丽菜包 就咸淡度刚刚好 鲜肉跟高丽菜还不错 周牌是韭菜 每一个口味都买的人 每个人的喜爱不同 他年轻人比较喜欢吃肉 公馆知名的水煎包 高丽菜 韭菜 鲜肉 任君挑选 不过评价的同班美食 遇上物价飞涨 30年老店也撑不下去 维持5年的16元价格 今年初涨了一块变成17元 OK啦 现在哪样东西不涨这样 至于同样卖水煎包 这家大安区的老店 坚持面皮全部都亲自手感 一早也是大牌长龙 成了上班族的最爱 肉的味道是 就是不会是有肉臭臭的味道 对 然后高丽菜也很甜 所以我就蛮喜欢他们家的水煎包 它的口感我比较喜欢 那里面的配料是没有虾米 所以我喜欢有那种没有虾米的 你的高丽菜 同样一颗17元就能填饱肚子 不过有业者私下透露 卖水煎包真的只能薄利多销 因为店面租金成本高 卖一颗顶多净赚2到3元 如果是在北车商圈月租10万 推估每个月至少要卖1.4万颗 才能回本 肉也涨价 菜也涨价 每个家都涨了 我们也实在也没办法做都 都没有钱赚了 然后后来就给它涨一点 物价涨 租金贵 平民美食 日卖千颗 春起水煎包经济 赚的也都是辛苦钱 欢迎新闻林伟 去邱子玲台北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